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 这是我们的一只小母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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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小黑将迎来三只小母猫的生产 这只小猫咪就是我们的猫妈妈 看看这个大肚子 预计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月它就能生了 好大的肚子 简直是肚子上长了一个猫 这两只小猫咪预计的话 应该会在下个月的时间生产 三窝小猫咪 我们假设一只小猫咪能生四只小奶猫 三只小猫咪生的话 差不多就有12只的小奶猫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猫咪满堂 满山遍野的招财猫是不是呀 那小黑呢 昨天本来想带着我们的小团子 也就是这只小猫咪去绝育的 结果在宠物院呢 待了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 一检测一座臂巢发现 我的天 它竟然怀孕了 那么小黑呢 把这只小猫咪和这只小猫咪 也就是我们的小口罩和小团子 同一时间的关了起来 但是它却怀孕了 所以小黑一揣测 它也应该怀孕了 看看这个肚子 真是不好说 反正摸起来也挺鼓的 应该是也会怀孕了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至少将会迎来两窝小奶猫 既然有这么多的小奶猫呢 我们当然需要一只保姆苗 小伙伴呢 也都知道 咱们的小保姆苗 小黄呢 已经入追到别人家了 这个时间 我们就需要新的一个小保姆苗 那就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的小刺头同学 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这只小猫咪 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看一看小刺头同学的带小奶猫的能力了 刺头 刺头 你能不能带小奶猫啊 嗯 你可要把它们好好培养着 知道不 嗯 好 刺头 刺头 就靠你了 我们家未来就指望你了 那咱们呢 既然要迎来十只左右小奶猫的降生 很多小伙伴会担心小奶猫太多 会不会不好送啊 小黑呢 也正好通过这个视频跟小伙伴们说一下 在农村的话呢 春猫 也就是春天生的小猫咪 其实是比较好送的 如果说比较难送的小猫咪呢 是秋猫 在秋天的时间呢 小奶猫刚刚降生 那个时间呢 可能猫咪的过冬会很成一个问题 所以说是 村里的老人呢 更倾向于要这个春猫 也就是现在生的小猫咪 嗯 有些人家呢 也会一下子要两只 两户人家呢 就会要四只 也就是一窝的话 我们就会送掉了 嗯 然后咱们的小伙伴呢 也会有几个小伙伴来要小奶猫 所以说是送小猫咪 是没有问题的 小伙伴们不必要过多担心啊 等这两只小猫咪全都生产完了之后 咱们就会马上去 却预料 嗯 所以说是 啊 这次真的是一个大场面 三只猫咪一起生 不知道将来他们的小崽崽之间 会不会进行过多的互动呢 会不会 你奈奈我的子 我奈奈你的子 大家互相换子来奈一奈呢 嘿嘿 嗯 记得关注小黑的视频 我们在未来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将会有很多的小可爱出现了 好吧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小黑就给我们的小伙伴录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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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